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 至于吗 不是吧 什么不是 你们应该恭喜我 一点规矩都不懂 不是 你先听我说 我们惊讶的 不是你结婚的眼神 问题是 你说的这个事儿吗 你好 早点请追着明镜与点栏目 对呀 当时我们都说不可能的 行啊你 行啊你别看 行啊你别看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 你不会说 我只是心有灵犀 不点自空 太可怕了 像个电影到我空间 进入我的梦境到去我的心灵隐私 没那么邪了 我只前几天打了几个喷嚏而已 对对对 这我证明 确实如此 我证明 假的行啊你 我就说 你跟这个变态有缘 你想说什么呢 你 笑什么 那我看你跟这个变态就说 就是你这样的事儿 我看你呀 真的把我跟这个变态 我看什么呀 我问他说 下次就也问你 我看你会认识吗 行啊 我问你 他说你今天来上班了 我看他情绪不错 我看这个情绪不错 是吗 我跟他求婚了 我跟他求婚了 他接受了 让开 我今天让我哥 把合同签了 我可以让你新家荡产 如果你和梁爽结婚了 我相信你也很清楚 我是有能力 逗你的了 我再不会阻止你可能结婚了 不过呢我有个条件 当我一年的情意 一年之后你就自有了 好 进来 你们两个怎么了 刀也底了 没钱了 要借钱了 冬奸 要是这事就好了 刚才爱主过来 把我们明年改版计划 直接扔在桌上 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把我和赵妮训了一顿 一点面子都不给留 他训你们干什么呀 这个东西是我签的字 有事应该找我呀 他干嘛要训你们呀 他 他好像是因为我们那天 那天 我吗 你说呀 别吐吐吐吐吐的 前几天你没来 大家都 爱小姐早 爱小姐早 早 您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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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早爱小姐 早 您好 您请 爱小姐请喝水 看看人家 您还喝水 还不跟人学学 这才几天啊 都长得跟墙头草似的 您是说 他因为这件事故意刁难你 嗯 反正从那以后 他根本不用正眼看我们 艾小芳怎么能这么小气呢 人家是从海外回来的 身上有点毛病那是很自然的事 回去后跟韩乐他们说一下 别往心里想 这样影响工作 可是他把我们调整的方案给否了 您知道吗 哦 是这样 咱们杂志社啊 明年肯定要改版 而且会增加新的人手 来充实我们的策划部门 哇呀 这两天我是特别的忙 本来是想这一半天跟你说的 这 金总 您这都决定了 还跟我商量什么呀 如果您觉得我 哦不我们 很落伍很无能 不适应这个杂志的需求 您可以开掉我们呀 没有必要让我们看他的脸色 梁爽 你怎么能 怎么能这么说呢 你过去对咱们杂志社 立下了汗马功劳 可是人家艾小芳来了以后 让咱们在这个基础上 更上一层楼 这有什么不好的 怎么能说是看他脸色呢 哎 这可不是你梁爽这个水平的人 该说的话吧 好 好好好 好 晚上 一定到一定到 这是大好事啊 一定到 哎 哎 梁爽 你等一等 你好啊 来电话 他说今天晚上啊 让咱们到他那个心理诊所去聚一聚 说韩乐和赵尼已经准备好了 你无必去啊 我知道了 本来还挺有心情的 被这事一搅和 哎呀 你们这些女孩子都是小心眼儿 我跟你说 艾小芳不是那种人 哎你别往心里去 马上去啊 就这样 再说吧 再说吧 就要给你们做参考 晚上加个班 把我早上退给你们的案子 重新做一下 我明天一早就要 这么急呀 我们今天晚上都有事情 哦 你们今晚有事啊 我每天晚上都有事啊 可我还在忙杂志社的事啊 为什么我可以 你们不可以吗 那我看一看 韩乐 今晚哪也别去了 我们加班吧 各位 我们共同举杯 祝贺我们的专栏作家 李好的心理诊所 从今天开始开门纳客 啊 干 干 干 祝你啊变态 来来来 来 来 谢谢大家 对我的支持 还有帮助 那我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愿望了 开始了孤独的个体护生涯 能不能说点好听的呀 你这狗嘴 怪你有完没完呢 好了好了 罚他 罚他 你看我干什么 变态 我现在可是在帮你啊 温温 你说他什么 变态 他这个女人就是没大没小的 来 罚你姐替你喝 干嘛罚我喝 等一下他要开车送我们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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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我们在超市买的那些东西啊 早知道留一点就好了 全放在那儿了 我现在特想吃 我现在特想吃你 快起来干活 还有十几页呢 我一个人干一页也干不完啊 他们挺好的 现在又吃又喝的 你要再说吃 我就把你给 哎 对了 我包里有根香肠 是吗 我看看 给我吃 逗你的啦 本人回家啦 你工作吧 No 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赵姐 我求你了 哎 你说咱俩当初也去炎富士 就不会有今年这种现状了 这么悲惨 那我啊 还情愿饿着 嗯 还是干活吧 哎 行了 梁爽 你已经喝得差不多了 别再喝了啊 哪有啊 我看他现在才在那个杏头上 刚来的时候还臭着一个脸 现在好多了 开心多了是吧 来 咱俩喝一杯 来 你们看看人家心理医生啊 跟你们这些凡夫俗子 就出来了 你 好了 咱们男女光棍们 喝一个 来 来 喝喝喝 我呀 是不敢跟你们喝了 本人哪 是家有先妻 不敢喝了 不敢喝了 你是家有先妻 还是家有床头柜啊 床头柜 你们哪 你们是不知道啊 这个男人结婚以后啊 就是英雄好汉怕老婆 床头柜怎么样 床头柜光荣啊 对 就是小心点 别光荣牺牲了 不能再喝了 乐乐 别扫兴 别扫兴 让他喝 让他喝 金总 你不知道 这人喝多了话可多了 到时候你想拦都拦不住 乐乐 我和梁爽相处十年了 我还真没有看见过美女总监 喝醉的时候什么样子呢 来来来 赶赶赶 你眼里还有我啊 我以为我们这十年的战斗 有意被那个美女毒蛇 你带来了吗 艾小枫 我知道她来乐意就是有目的的 那些事情 一个人真是绘服 这众群总监 最经历没得了 有意儿 她的预备 他怎么跟我比啊 他比我有钱 好啊 你们是不是觉得 钱比什么都重要啊 是不是啊 他喝不就别让他喝了 你跟他一样 是脸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没喝了没喝了 没喝了太多了太多了 金总不好意思啊 梁耀爽他确实喝多了 不好意思啊 哎呦说了我没喝多 他怎么这么说话 我怎么喝多了 你让我说说心里话不行吗 太小方 他排挤我不说 他还抢我男朋友 我怎么就不能说了 我真的没法跟他一起工作 你们觉得我能跟他一起工作吗 你说啊 梁耀 金总 不好意思 我带你去洗手间擦一擦吧 来来来 行了行了行了 走走走 梁耀 你先闹我 不这样 不好意思啊 金总 哎呀 擦一下擦一下 别摸了 梁耀 哎 哎 哎 梁耀 哎 金总 哎 这边这边这边 那我去倒杯水啊 那我去倒杯水啊 你看看他啊 走走走走 就不能说了 好好好 能说能说 我平时不能说啊 看着他啊 行 怎么说都行 我就说了不行吗 好好好 没事了 没事了 哎 哎 这个真是 真是太不小了 来来来 用这个插一下 哎呀 对不起啊 金总 你就别怪他了 他可能是最近压力比较大 压力大 压力大我能理解 可人家艾小芳到我们乐意以后啊 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不小的效益 怎么能说我是失利眼呢你说 那喝醉酒醉话而已 醉话也就罢了 他还说要抢他男朋友 人家艾小芳有必要跑到一个单位 处心积虑的抢人来吗 那不成神经病了吗 我是觉得 可能 你得给他一点时间 给他一点空间 让他诉说一下这心里的 给他点空间啊 我觉得那是你们心理医生该干的事 李浩啊 你说 我开始认为他和艾小芳啊 只是工作上的不和 这又出现了一个抢男朋友 这也太过了吧 这女人哪 该嫁就得嫁 嫁不出去呀 还不定出什么事呢 不至于吧 只是喝醉酒 说话有点不认真吧 我跟你说 喝醉了才能说真话呢 现在可好了 他们俩窝里斗 你看你看 我这我这可惨了 你看 好了好了好了 擦干净了 没事了 好不好 好好好 行行行 走走走走 这都十一点多了 这韩子怎么还不回来呀 哦 他呀 跟乐乐他们在一块呢 嗯 说是那个 离好的诊所今天开业 他们几个人想热闹热闹 没事 他要是回来晚了 乐乐会送他的 嗯 你说 凉爽的男朋友 哎呀 还男朋友 都快登记了 还男朋友 你可真是的 不是还没登记的吗 哎呦 都到这会儿了 你说什么也没用了 这女儿好不容易 找了一个自己喜欢的 那男孩子条件啊 我看还配得上咱闺女 你就烧高香吧 少说那些不吉利的话了 谁说不吉利的了 我这没说什么 你这都叨叨叨叨叨叨 说个不停 哎呀 这回我可放心了 闺女找了一个好人家 你是不知道啊 你到那个香槿角去看看 那人呐 哎呦 乌泱乌泱的 你就知道 当今这个社会 有多少女孩子 嫁不出去了 尤其啊 像咱们闺女这样的 哎 你说咱这闺女啊 没人要的时候不 着急 这有人要了呀 心里不舒服了 心里也不是个姿务啊 行了 女大不当留 好在啊 咱俩还是个伴 你说 那爱梅呢 嗯 是不是 行了行了 睡吧睡吧 嗯 哎哟 阿姨 身体值一点 对就这样 注意呼吸 保持这个姿势 就就这样 爸 行了 别累坏了啊 怎么样 妈更精神了吧 比教练节奏的 我看这个人是二把刀 我开玩笑的 你就是二把刀 一时分成换饭的二把刀 这孩子从小就淘气 我就喜欢欺负的孩子 你看 这样 我早就看出来了 哎 阿姨 您休息会吧 好好的 嗯 嗯 嗯 哎呀 哎呀 真舒服 来 阿姨 坐坐 哎好 好好的 喝水 最坏了吧 哎呀 哎呀 从小给他爸惯了呀 我都看不下去了 六岁那年他爸去世 所有的亲朋好友啊 都觉得孩子这么小 挺可怜的 对他是百依百顺的 所以这孩子啊 真是在宠爱中长大 一点苦都没吃过 妈 妈 说这些都不得了 阿姨 您挺不容易的 真是不容易啊 所以我就想呢 对了其他伴儿 要找一个真心爱他 又能容忍他缺点的男孩子 哦 是啊 我我帮你倒杯水去阿姨 水 有水啊 雨晨 雨晨 爸爸妈妈有没有给你介绍对象啊 你二舅说了 可喜欢乐乐了 对 乐乐是底招老人家喜欢的 我找小虎子行啊 对不起 阿姨我接个电话 妈 你瞎说什么呀 我怎么瞎说了 我问你这场啊 哦 那好 我准备准备就回去 妈 我可告诉你 你可别瞎说啊 到人家的脸 就是背道子 我说真的哦 妈 你擦擦 怎么了 我想请两天假回去一趟 我爸他病了 哟 厉害吗 不知道 回去吧 去吧去吧 快去吧 那我去收拾一下 快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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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稀客啊 你怎么来了 你不请我 要不是我点拨你 能有这下诊所吗 我开业谁都没请 我就是怕你们 说我做得不好 被你们嘲笑嘛 我看哪 你能行 老院长要退休了 我们商量着 请我们当年的博岛吃顿饭 你也来凑个份子 好啊 坐下说 对了 院长他好好地干嘛要退休啊 师母身体不好吗 正因为师母身体还好 所以啊 老院长打算带着师母啊 出去走走 周游世界 顺便呢 看看他们在外地 工作学习的孩子吧 其实我也是挺羡慕他们的 年轻的时候比翼齐飞 然后携少功劳 谁不想啊 好啊 晚上七点半到唐朝酒店去吃饭 早点过来 大家这还说呢 要和你聊聊 好啊 反正你们不请 我自己也得去 我在这里憋得慌了 你现在还一个人哪 是啊 我看你们这楼里美女如云哪 你也没有进水楼台先得约 哎 缘分啊 美女啊 都跟我没关系 我也没办法 哎 千万别爱上有福之父 谢谢你的提醒 我跟她好之前 我得先查查她的户口本 关键是要放低一点点条件 总不能炒冷饭吧 那你就慢慢找吧 我现在不就是慢慢找吗 总有一天会找到的 你放心 你呀 真是 你要不要喝东西 我去拿点东西给你喝 好 说我得了便宜还卖乖 一直想着要结婚 现在到这个节骨眼上了 又觉得太快了 哎 我问你啊 你到底想清楚了没有 说什么 和傅怡萍过一辈子 我觉得我想清楚了 哎 可是现在我又糊涂了 为什么 我觉得吧 傅怡萍挺好的条件也不错 我也喜欢她 可是我就觉得很奇怪 很不对劲 她那天跟我求婚的时候 感觉很发虚 你发虚 当然不是我发虚 是她发虚 她的紧张很奇怪 但是她跟我说 她是因为在乎我 那你觉得呢 我觉得她是怕我看她那个嘴气 你确定你的感觉 我觉得我的感觉没错 哎 可是感觉也不一定对啊 女人的第六感呢 通常是没有道理的 但有时候呢 是超准的 我觉得你应该相信你自己 相信你自己的感觉 跟着感觉走 我感觉她是喜欢我 这就对了 这就对了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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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说不清楚 反正我觉得 你还是慎重考虑的 哎呀 烦死了 哎 你不是说后天下午要跟傅怡萍去领结婚证吗 是啊 你自己慢慢考虑啊 你自己慢慢考虑啊 我先去忙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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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我来晚了 刚才去乐乐那儿 一聊天忘记时间了 没关系我也刚到 咖啡已经点好了 看看喝吧 谢谢 我爸妈预计十月十三号 坐飞机到通城 是吗 那我们后天下午 去领结婚证吧 亲爱的在想什么呢 一平 我们就这么定了 当然了 你怎么了 我总是觉得 时间有点紧张 时间好像有点紧张 我们只有两个礼拜筹备的时间 是啊 那 你犹豫了 我不是不愿意嫁给你 你 你是不是觉得那天我有点冲动啊 而且我觉得 而且我觉得 你是不是觉得我求婚求得不够真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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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 我就是 我就是很紧张很害怕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总是七上八下的 其实 其实我也是 你也是啊 我这两天睡得都不是很踏实 我们不会得了那个什么 婚前恐惧症了吧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 我爸妈已经为这件事专程来通常了 是啊 我爸妈也开始通知亲戚朋友了 zeg 你你不可以 交一发 你还要到我 你去掌握 你去帮你 既然但是他钓拋你 他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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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拋你 有何人 他在哪里 我一定不能失去她 你干嘛 会不会开车 怎么开的车啊 你太悬了 没车了你 没车了 我的心都跳回来了 亲爱的 你没事吧 我们结婚吧 如果还没结婚就死 这不太远了 不会的 心子不是好好的吗 你没有受伤啊 你听我说 我不想再犹豫了 救火天 火天下午我请假 我们去礼政 好 救火天 油开车注意点啊 是 好 晚八点到唐朝酒店 我哥哥约你一起吃饭 来 来 进来 凡妈 我们回来了 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一平也来了 快坐 里边坐 等着我去给你们吃茶去 你先别急 坐 还有事跟你们说呢 什么事啊 挺神的 爸妈 有个事我要宣布一下 后天下午我跟一平 要去领结婚证了 好 真是好 真是好 太好了 太好了 俗话说啊 天下事啊 聊一件事一件 怎么说话呢 我爸爸妈妈也预计在十三号左右来到通城 真的呀 太好了 太好了 因为我等一下要开会 所以我先走了 孩子 你等会儿啊 我去给你拿点吃的 吃完了再来 伯母你不要忙了 我真的想开会 你怎么不早说 好疼啊 雅爽 男孩子嘛 又以事业为重 有事就让他忙去吧 叔叔 对我先走了 我改天再来 慢走啊 好 雅爽去送一下 快去送送 走吧 走了 拜拜 我先走了 我也eny 真是太好了 珍珍 真没骗咱们 怎么想念的一张心事 就是 你说咱们这婚事在哪办呢 我这一块石头真是落地了 是啊 剩下就踏实了吧 这可能就是结婚吧 大家都很高兴 新郎新娘却像吞了调料摊子的毛猴子一样 又忙心又乱 是不是每个要结婚的人 都是跳河一笔眼的感觉 是死是活 只有跳进去才知道 看来你又要瘦喽 原来结婚就是跳河一笔 我后天下午就要领证了 你们准备好红包送过来吧 喂 这一瓶是怎么说服你的 哎呀 你不知道 我刚才经历了一件特别特别大的事 生死大事 想听吗 约个地方吧 好啊 一会见 拜拜 干嘛叹气啊 怎么了 有一个特别好的女孩很快就要嫁给一个脚踏两只船的男人了 不知道是祝福她好的 还是当什么都不知道好 这不是一回事吧 人的命天注定 你呀 管不了那么多 还是多关心关心你自己吧 来来来来来 我们给老院长敬酒 一起给老院长敬酒 老院长 带行 祝您您身体健康啊 来来来 干杯干杯 你好啊 来 等我周游世界回来 你要给我交一份作业啊 交作业 交什么作业啊 嘿嘿 给我交一个下一代啊 好好好 我们的博士生啊 就你没结婚生子了 你这个人生的作业都完不成 当心里一生 可有专业缺陷哪 是不是啊 来来来 吃菜吃菜 好好好 吃菜吃菜 好 走 只要再看你一眼 真的 太可怕了 当然是真的了 要不是车子杀住了 今天呀 没准真被撞死了呢 那后来呢 后来就不知道了 我一定都走了 我觉得呀 是命不该绝 所以呀 我就想 结了吧 至少 死而无害 你笑什么呀 我觉得 没准 是天上的 你没想过 万一是老天 让你们小心 暗示前面 有危险呢 你就这么反对啊 我也不知道 我就是觉得 我就是觉得 太仓促了吧 其实也没什么仓促不仓促的 这一步 是我人生中 需要走的 至于什么权衡啊利弊啊 等等等等 太累了 完了完了 我彻底完喽 没得救你 你才想到是不仓促的 你心中于明亮 别那么悲观 好吗 我不是说我 我是说那个变态 我现在呀 还真有点同情她 你不要再看一眼 她在绝望中 就黯然神伤了 你是说你好啊 是啊 你没觉得他爱着你吗 你别胡说 我可不想疼你了 我希望我们几个呢 像好朋友一样 像哥们儿的那种 他要担心你被伤害 那真诚的感觉 让我都有点嫉妒你了 才遇上你的全会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你可得看好那个妇品 那个爱小芳那样 还行啦 我都要结婚了 他还能怎么样 你自己想好吧 来 来了 你哥 我哥没来啊 你约我就你约我 为什么要打着你哥的旗号 我怕我约你你不来啊 我都已经要结婚了 你能不能就别搞这些小动作 我知道啊 所以呢 今天我就要帮你办一个 婚前的单身派对 你 婚前单身派对就我们两个 都要结婚了 还怕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要结婚了 总要避嫌吧 这让人家看到不好的 我都不怕 你还怕什么 我对梁爽是真心的 那你觉得我对你 就是虚情假意了 小芳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可是 你对不起我就对了 那你就要做出赔偿 来 我们今天来个最后的疯狂 来 不行 我要做 喂 傅伟萍 要是你走出这个门口 我就让你人财量空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不要一直拿着照片 和你哥的合同来威胁我 我有多爱你 你知道吗 那个梁爽到底有什么好的 你不要为难你自己好不好 我爱的是梁爽 现在为难我的人是你 好 我不为难 来 来 这瓶酒 这是我特地为我们俩订的 你陪我喝完 喝完就走 喝完就走 你也太无情了吧 你到底想怎么样 你什么时候结婚 十月十五日 还有两个礼拜 你就最后陪我这两个礼拜 到时你在结婚领证 我不干涉 你觉得怎么样 大不答应 小房 你不要老是威胁我好不好 几百万的生意 就两个星期 你掂量一下谁重谁轻 怎么 算不过来找你 还是到最后 如何寻找 两个东西 坐吧 傻瓜 有些事情呢 你越想得到 就什么都得不到 我想这道理 你应该会懂的 木头 还不过去吧 现在啊 这酒刚刚好 这是味道最浩的事 来 我们慢慢喝 好 罗碌 对 罗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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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李浩 我有很重要的事情 可跟你说